跟幾眼聊完之後 我們決定帶個女孩回他住的地方看看 過了一陣子他醒了 但是就堅持不穿著鞋 我怕穿鞋 那我跟歐陽輪流背你 你穿多幾雙襪 赤腳走路很傷身 等我們來到那家民居的時候 已經差不多下午四點多了 天色很暗 好像蒙了一層灰的玻璃一樣 對了 你可不可以說說房東是什麼樣子 很年輕 跟你們差不多大 米七左右 相當普通 不過他跟我說話的時候 喘氣喘得很厲害 整臉都紅了 剛開始我以為他是凍成這樣 他的聲音很粗 好像沙紙一樣 我看到他在袋裡拿一支東西噴在嘴裡 噴完之後就會好很多了 看來那個人又哮喘了 竟然一手把我女仔拖了起來 我們就走進了那棟民居 樓層的下面 有個破爛不堪的停單車軸盤 裡面有幾部幾乎脫光的單車 舊到連賊都懶得透 當然就不會再有人打你了 整棟樓很荒涼 車棚的牆上面 貼著一張很大的告示 正上方寫著 拆遷通知四個字 我們走過樓梯的時候 那女仔要求要自己落地 竟然就放了她下來 這裡的缸很暗 好像長時間沒有換燈泡一樣 外殼都已經起了職 一層層很厚的合式呼吸 我現場被摸過去 發現牆上面有很多裂陰 走到第五層 我終於到了她家 那女仔很驚青 扔了一條鎖匙給我們 她自己不敢開門 竟然笑了一下 用鎖匙開了一道門 裡面折得井井有條 很乾淨 家具不算多 客廳也不算大 地上果然是鋪著 方形的大理石瓷磚 每一塊瓷磚有四十幾個平方米 牆角擺了一張書桌 垂房裡面有一張床 上面堆了很多書 我立眼看了一下 全部都是考研用的 書桌旁邊是雙人床 牆的周圍都起了霉斑 黑毛毛一塊塊 幸好她都會貼上牆子 遮一下梅斑 上面太高了 所以我都沒有理 只不過看起來 又真的挺噁心的 床是你自己的? 不是啊 我來的時候 只是帶了一張書桌 床本身就有了 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倒杯水給我們? 你閉上眼睛 靠鏡妖看下天花板 我奇怪地看了幾眼 他沒有出聲 我唯有照他這樣說 閉上眼睛 用鏡妖看下天花板 我看到 原來 黑蒙蒙的天花板 上面有一連串的腳印 那些腳印不算很大 應該是小孩子 腳印很凌亂 一直延伸到 那個女孩子的床頭 就沒有了 而且 那些腳印看起來 很不妥 但是 我一時又說不出 總之就很不對稱 洗走她 是免得嚇到她 我抹開眼睛 覺得她說得有點道理 因為家裡很少傢俬 所以我和紀顏 兜了兩圈 就決定 去房子 其他的住戶 了解一下情況 戴上我 我不想一個人在這裡 無論如何 我不會再自己一個人在這裡 然後歐陽他們 由五樓一直到地上 我們發現 這裡除了我 和那個帶著小孩的女人之外 還有六戶人 他們對我們都有很重的戒心 有些甚至連門都不開 其中有個戴眼鏡的 態度很差 一直推來推去 到最後 砰一聲關了門 不過在這幾戶人裡面 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沒有穿鞋 竟然站在一樓的樓梯口 看著天空說了一句 快下雨了 的確 那天被我們來的時候 黑了很多 就好像一個 燒了很久的黑鍋 跟著警員說 要拜訪下六樓那個女人 在臨上去之前 我聽到一下 不大不小的 嘻嘻一聲 好像是什麼裂開了 或者粉碎了的聲音 不過 又好像是我當心聽錯了 我們三個 我們三個上到六樓之後 敲了門 過了很久很久 到門才慢慢地 開了一條垃圾 那小孩很小心翼翼地看著我們 而他媽媽在見到我們之後 就開了門讓我們進去 我看見那個女人表情有點內疚 她說她很討鞋 住在這裏的人都經歷過跟我一模一樣的恐懼 但是久而久之 他們都習慣了 麻木了 除了要出街 他們一律都不會穿鞋 她還說 雖然她的兒子很小 但是 都還會見到 所以她都很怕穿鞋 只要是在家 她就一定不會碰鞋 你同學的意外應該是個警告而已 其實我不想害你 但是我很怕自己的兒子會出事 是樓下的人逼我 不知道他們在哪裏聽回來 說只要跟那個女人生得好似的你死了 那那個女人的怨氣才會平息 所以你看到我住進來之後 就想我快點搬 如果不是的話 我就會死 你看到的那些東西不是說她想你走 而是她警告你你不可以走 好 這件事開始有點明 不過 我還是想知道當年那間房裡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遲悅 你在這裡休息一下 我和歐陽去看看 那小孩子又分回自己的房間也練琴 我看這麼安靜有點不習慣 我平時在樓下那時候 經常都會聽到你兒子 赤著雙腳跑來跑去的 沒有啊 小寶的房間鋪的都是很厚的地毯來的 我怕它凍傷才可以買的 聽到她這樣說 我突然之間有點寒 隨便再聊了幾句 我決定下去找歐陽他們 當我走到門裡 想著哈門的時候 我才聽到幾人她很沉重地說了一句 其實那件事我都聽說過 只是一時醒不起發生在這裡 我一向都喜歡搜集一些特殊的個案子 其實五年前那件事 六樓的女生就是講了一部分 我見到幾人點了支煙 然後就慢慢講 原來五年前 那個男人其實是沒有死的 不過都差不多了 在現場那時候 她的心跳和呼吸都很弱 所以被人不以為死了 是後來去醫院的途中 才被人救回來 那就好了 找回那個男的出來就沒事了 如果我是那個男的 我就會後悔為什麼當初自己沒有死在現場 那個男人被人救回來之後 教導了都是發生的事 她幾乎咬爛了自己的嘴唇 而且精神很不穩定 不過我都可以大致講到 那天發生了什麼事 案發的時候 她在一個女人的家裡睡覺 因為周行周身債 所以她在想著 怎樣在那個女人裡再掛一筆 可惜的是 那個女人已經被她拿到沒了錢 在她覺得 打算掃興走的時候 她發現 自己雙鞋不見了 一雙很普通的皮鞋 錢又找不到 鞋又不見了 這兩樣東西堆在堆在堆 那個男人終於爆發了 她發現 原來是那個男人 藏了一個雙鞋 她問那個男人 雙鞋放在哪裡 那個男人不肯出聲 結果她一面出廳的時候 發現所有雙鞋都不見了 全部被那個男人藏了 原來這個男人 很喜歡用皮鞋 來打那個男人的媽媽 那個男人整天縮在一邊 看著她怎樣打自己的媽媽 當那個男人發現對人建築的時候 非常之生氣 她開始打那個男人 結果那個女人從廚房裡跑了出來 手裡面拿著把刀 在他們掙扎的時候 那個男人搶了一把刀過去 而且放在那個男人的腳上 既然不給錢我 我出去都是被大衣洞斬死的 那我就把這個白艷星對她斬下來 以後黑色都容易一些 對 幾下 幾下 模仿那個男人這樣說了一句 然後就繼續說下去 那個男人這樣說完之後 開始跟那個女人繼續爭執 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人在意識混亂的時候 做的行為都會很混亂 總之 那個男人 竟然真的落了手 一刀斬掉了那個男人的腳 任何的媽媽 在見到這樣的情況 一定會發瘋的 那個女人都不例外 然後就衝過去 跟那個男人打了起來 那個男人被那個女人咬到重傷 而那個女人因為斬到頸的動物 所以當場就死了 那個小孩因為失血過多 所以最後還是救不回來 聽鄰居說 當時其實那個女人 在外面叫了很久 想強行地幫她 但是 就算當時是中午 就算大家都聽到女人的慘叫 都依然沒有一個人肯出來 如果那件事不斷告一段落 更好一點 但是那個男人送到他醫院 沒幾天 就失蹤了 屍體 不是 是屍塊 被人在醫院的垃圾堆發現了 幾乎被人刺到粉碎 而當時 監視器 只是錄到一個畫面 究竟 拍到什麼 她說 拍到一個女人 一個 拿著菜刀的女人 走著病房 頭髮幾乎都是白色的 不過 只是拍到背脊 知不知道打赤腳的死者代表什麼 嗯? 沒有穿鞋的人 就會永遠地在這裡走下去 永無止境 直到找到自己適合的鞋位置 或者住在這裡的人 都覺得慈悅就是那套適合的鞋呢 當一個母親 看到自己的小孩受到傷害 再拿藥 或者再溫柔的人 在那一刻 都會變成夜叉 夜叉? 嗯 佛教裡面的夜叉 是執行行刑者的職責 他們會吃鬼 人也有機會變成夜叉 他們說說說就走進那間房間 然後幾乎就上床上 敲了兩下天花板 你不是說 看到天花板上面 那個小孩的腳印嗎? 你覺不覺有什麼不同? 嗯... 好像只有一隻腳的腳印 過來幫幫忙 然後他們把床反轉了 床板慢慢露了出來 上面 黏住了很多很多對破爛的舊下 包括那一對白色的女人皮下 竟然笑了一下 然後 我聽到樓下有些好吵的聲音 趕那個女人出去! 這樣那個女鬼自然就會跟著她出去 大家都會沒事了 原來全棟樓的住戶都上來了 他們手裡拿著東西 地拖 衣架 甚至 菜多 警員歐陽聽到之後都出來了 上面的女人都帶著她的孩子下來 除了歐陽警員之外 所有人都赤著腳 場面 開始緊張起來 你們不覺得這樣很自私嗎? 那你說 一個人死 還是這麼多人死 好了? 如果我走了 大家可以安全的話 我願意走 這時間 所有在吵的人都靜了 歐陽警員 嘗試阻止我這個決定 但是 我堅決說要走 我慢慢再走 我慢慢再走 然後 就和歐陽幾眼 一起被人趕了出這棟樓 天啊 外面的天氣已經非常之差了 初春的雨 還帶著幾色寒衣 一直打在我們的身上 你們 你們走吧 我們只是想好好的住下去 不想再擔驚受怕了 他 他 他來了啦 歐陽不緊眼 還好像什麼都看不到 但是 我看到 他 他來了 我嚇到 坐在地上 聲音 連自己都覺得很震 我忍不住地 一直向後退 小寶突然叫了一下 然後 他居然自己走出來 不是 應該說 是被什麼人走出來 另外一邊 小寶的媽媽 和他舅父 就死地拉著小寶的另一隻手 不要搶了 我兒子走啊 那個女人 很害怕地叫了起來 連著樓梯 微月的燈光 和閃電 我看到他的表情 好得人害怕 就好像我見過 夜叉的雕像一樣 但是似乎 小寶的媽媽 和他舅父兩個人的力氣 都沒辦法把小寶拖回去 他的身體 已經一大半淋濕了 裡面的人 開始騷動 他們 開始把小寶他們三角 向外推 叫說 給小寶那個女鬼 不要拖累他們 歐陽和警衍 立刻衝過去 扶著出棟樓的小寶 幫他擋雨 警衍 警衍 就和小寶的舅父一起 把小寶的媽媽扶去一邊 在混亂裡面 我聽到很大聲 喊一聲 然後 就是一陣衝擊 撞到我們 當我意識到的時候 樓層 開始倒塌 警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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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應很快地拉開了我們幾個 但是動物想得很快 裡面的人一個都趕不出來 在廢墟裡 我看到無數對尺拿著的腳 在廢墟裡 從廢墟裡 生了出來 他們直到死 都是沒穿鞋 你是不是見到他 幾眼抱著小寶 指著廢墟問我 我也看到 一個對腳沒有穿鞋 手拿著刀 全身都是白頭髮的女人 她的臉 好像戴了面具一樣 完全變成佛教裡面的夜叉 她另一隻手 拖著那個小孩 那個小孩的左腳被人斬了 她手上 拿著一對白色的女裝皮下 兩個人 就這樣站在廢墟上面 不過 很快就突然之間不見了 原本就要拆的屋 在暴雨裡面自己坦塌了 所以到最後 這件事 都沒怎麼被人報道過 事情終於告一段落 我們被救的四個人 都被幾人安排了一個住處 對於這件事 我們四個都覺得 已經很好運 對了 你怎麼知道那些鞋子 全部在床板上 當然到處找 不過 都是多虧我老爸 他經常要出去做事 我小時候 以為只要收了他的鞋子 他就不會走 那時候我就把鞋子 用膠帶黏在床板上 所以 一進到遲遇的屋 我自然會先去看看 你覺得那雙這麼慘的帽子 會不會再出現 會 整個夜叉的人 是沒有辦法消失的 他們只會永遠地在這個世界上 當來當去 如果 你見晚上 在街上 有人沒有穿鞋 走路 你快點脫掉自己的鞋 否則 他會一直看著你的鞋 跟著你回家 說完 他好像小孩子一樣 笑了笑 我一直問他 他說的這句 是不是真的 但是他 怎麼都不肯說下去 屋外的雨 不知道幾時 已經停了 第四十五夜 不穿鞋 下集 本集編譯 分 播講 分 友情配音 鴨仔 Eva 風套 小白 後期 分 本集 現已播送完畢 多謝收聽